今天要说一架特别搞笑的班机 一群乘客阴差阳错地给一个患者 做了一台大型心脏手术 结果闹了半天 却是个彻头彻尾的乌龙事件 最后大家竟然还都不知道 而夏威夷的班机飞到一半 一名乘客突然身体不适 工程和空姐赶忙问 机上有没有医生 一个小哥不假思索地赚了钱 拳击人投来期待的目光 他过去一看好像是心脏难受 旁边的病患妻子也赶紧从宝里掏出病例 缺血性心脏病 完了这下不好办了 要做手术啊 原来这小哥就不是个医生 他本来是一个修理工 因为喜欢看电视剧里医生救援的样子 就转行去学医了 考资格证 结果贷款大工拼命了六年 没考上 还欠了一屁股债 人生一败涂地 这次坐飞机就是为了去自尽的 之所以站起来 是因为天天幻想着救人 一天见有人病倒 就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 小哥很紧张 别说做心脏手术了 连修脚都没做过 那个没有护士和麻醉师 是做不了手术的 谁知道空间马上又吻 有护士吗 到 麻醉师在吗 我在啊 瞬间就起活了 再看这俩人慌里慌张的样子 原来他俩也不是真的护士和麻醉师 这小姐姐就是在酒吧 扩斯护士陪客人的 天天被叫护士快来 条件反射的就会喊到 这个麻醉师也是来搞笑的 它是一个出版社漫画 讲话的东西根本没人看 整天一副落魄的样子 之所以答应 就因为它名字叫麻醉师 唯一和手术搭编的经历是 看过医疗方面的漫画 这都什么鬼 大家都在看着这名医生 小哥还在犹犹豫豫 那个飞机上没有手术设备 做不了啊 我们得赶快返航 然后一听到返航 有一个乘客立马冲了出来 手持一把利刃 大家一看 这是要截击啊 空城赶紧冲过去制止他 结果反手就成了人质 而这把刀其实也不是真刀 是飞机模型上的机翼 这老哥也不是截击犯 就是一个多年996的程序员 工作了几十年 才请到四天假 好不容易去旅行 可不能就这么泡汤了 情急之下冲出来 误打误撞就开始截击了 画面一转 这空城也不是空城 是个神秘团伙成员 而同伙就是这个空姐 空姐也是假的 他们精心策划准备截击 没想到被这老哥截足先登了 空姐赶忙向机长汇报 画面切到驾驶舱 果然现在开飞机的 竟然也不是机长 看着还这么面熟 你不是那个著名新闻播音员 转航去当空城了吗 结果他是因为讨好机长 给他们送上了 自己做的香草茶 却不知道有毒 把二位给要倒了 没办法 只好自己开飞机 妻子继续恳求医生救老公 小哥很为难 没吸血也没法做 这会儿又一个人冒了出来 被用医疗器材是有的 就在厨房里 空姐赶快跑去拿了过来 这飞机上真是什么都有 小哥一看跑不掉了 憋了很久 感觉自己从没被人这么期待过 终于下定决心做手术 天哪你还真敢做 妻子连忙感谢小哥 我仿佛感觉到哪里不对了 果然他也不是真的妻子 他就是个天天到处旅游 结果耽误终身大事的大龄圣女 现在终于情窦炸开 一心幻想着当个全职态 因为上飞机和临座大哥聊得好 所以直接就入戏了 紧接着小哥正式宣布 现在是下午1点30分 手术开始 没见过猪跑 还没吃过猪肉吗 看着阵阵有词的还挺像 然而墙上的时钟 并不是真的时钟 就是一个温度计啊 连温度计都有内心系 现在是室温24度 时度40% 突然飞机一个抖动 便从前直接被拉开了一个大口子 小哥正哆嗦的时候 想起了那个说医疗器械位置的人 走上前去询问 你是不是个医生 见到他犹豫答不上来的时候 旁边的小孩发话了 他是这个世界上弹空气吉他 最厉害的人 什么玩意儿 他的内心系也来了 原来他还真的是个医生 而且有心脏病手术的经验 但上次因为失误 害死了一个病人 心里阴影挥之不去 没有办法再做手术 旁边的小孩看杂志上的照片 误以为他就是文章里介绍的人 趁这会儿 干脆顺水推舟 我就是世界上弹空气吉他最厉害的人 结果后面的捷技老哥不信 那你弹一个 给我把气氛摇滚起来 瞬间全机人都投来了期待的目光 什么鬼啊 都没人关心手术了吗 也不知道从哪想起来BGM 这哥们就这么被架了 表演起空气吉他 看了这段表演 我只想说 那些还不知道 怎么玩转直播间的主播们 你们有灵感了吗 小哥们看了真是一脸懵逼 在座的就开始念叨了 这是假的吧 结果这句话就像雷电一般 直接批中了刚才的各位 都是假的 连时钟也是假的 小哥终于顶不住了 直起身准备坦白 但这位小孩又骂了起来 不是假的 他果然是世界第一啊 超帅的哦 然后鼓起掌来 观众们也跟着鼓起掌 看看有个托是多么的重要 所有假冒的人 又被这一针强心剂给救了回来 大家又重新振作了起来 手术继续 连空姐都上去和空城一起 制服了结局老哥 然后安抚大家 一定会安全到达目的地 机场里一片祥和温馨的气氛 我估计你们要知道 是谁在开飞机 就不会这么开心了吧 很快手术也做好了 大家再次鼓掌 飞机竟然也安全着陆 然后所有人都像真的一样 扮演完了假冒的角色 竟然也没人怀疑什么 纷纷致敬告别 这俩组织成员 也像感悟到了人生一样 决定从今以后不再做坏事 要去做拯救生命的事业 呵呵 你们是认真的吗 最后只留下这个大哥 和他所谓的妻子 看着电影的节奏 我觉得这根本最好是 拿错了别人的包 被当做了心脏病 其实他只是吃饱了撑的难受 就被人按住做了段手术 在生活中 有时会被别人误以为是个强者 那你会顺势装下去 还是坦言自己就是个小白呢